这里是山水云家的北面 大姐你好 你刚赶集回来吗 买点什么吃的 随便买点 这里赶集的地方 稍微有点远 今天是公家庄级 对 你老家哪里的 老家是北京的 北京的 在银潭这地方 买房子多少年了 我13年买的房子 13年是买的七房吗 不是七房 二手房 县房 县房也是原始房 对 一手房 一手房 贵不贵 当时买的时候 那时候买4000多吧 4000多 还行 现在也没掉价 也没涨价 你几楼呢 我是四楼 四楼 对你是电梯房 高低无所谓 高低无所谓 就是必须得买电梯房 就年纪大了 老婆不行 多层的话可高 前的好多都是买那个房 又都倒到这后头 有电梯的房子了 年龄大了 年纪大的爬不动了 爬不动了 像买房子的时候 你们那个时候 可能刚刚60还不到60 现在这一眨眼都 一眨眼10年了 10年了 都70了 可不吗 怎么样对银台这个地方 我这个疫情三年 我们一直就在这 疫情三年就没回去 没回去 在这挺安全的 安全 没有羊吧 没有 没羊 挺好的 咱小区羊的人多不多 也有 有个别的羊的 也有 我看咱小区因为购暖小区 这个入住率比较高 是吧 对 中间好多外 租房子也多 到这来租房子 挺好的 反正这个小区环境还行 环境还不错 而且说这个小区 哪个地方就这里边 是吧 这个就是游泳池 一个游泳池 它是露天的 露天的 它里头有温泉 还有个温泉 跑温泉 就是说 所有小区的 有游泳池的我都去过 就这小区游泳池没去过 他不上去 当时买房 我们买就冲这个 就冲的有游泳池 游泳池 有温泉 有温泉 对 整个这个小区环境 往中心那走 那花园 很漂亮 中心 像这个和那个 咱们 游泳池二线的 海岸民族 有的一拼 我觉得比那个好 那个 海岸民族 当时 你也去了 是吧 去了 看那个 当时看吧 路边看的房子特好 大阳台特干净 对 结果 都卖完了 都是剩二手房了 二手房 位置又不太好 看马路就没 他说 阿姨这边有房子 现房 所以上这 就到这边来了 选到这边 喜欢这边了 虽然是三线 但是离海边也不算远吧 不算远 就是两公里吧 晚上六弯 一个半小时 这么连遛狗 这么一个半小时 断练身体了 就就转一圈就回来了 不到一万步 挺好的 对 就走一圈 走一圈 不到一万步 咱一步的话 也就是七十公分 没有七十公分 六十五公分 对 够的还行 对 一到五月份 这个小区 特漂亮 那花 四季笔福的开的 对 各种花 咱们这个地方 好像花开的 要比咱北京 什么地方晚 晚 将近一月 对 现在只有 就梅花好像 美人梅 什么开了 别的花都没动静 咱这就是晚一点 但咱这个冬天走的 咱秋天走的也晚 对呀 别的地方都挺冷了 咱这秋天还挺暖和 这就是热的晚 冷的晚 冷的也晚 咱这个气候 挺好的 关键是 它那个大冷也没多冷 大热也没多热 最冷 你知道多少度吗 最冷啊 今年是零下十一二度吧 就那么几天 就那么一两天 零下十三度 那天它有暖气 也就无所谓 无所谓 对 我们到现在还有暖气 还有暖气 一般暖气 一般用的 烧到什么时候 月底 月底 有一年是我第一年来 是到四月七号 四月七号呢 可能也因为疫情 才晚走一点 反正一般都到月底 像这个 你的温度 温度 反正 烧的温度还行吗 一般 一般 反正也不冷 不算冷 十七八九度吧 十七八九度 你的费用是一平米多少 是二十还是多少 二十 二十 那还行 和北京差不多吧 比北京便宜 比北京还便宜 比北京便宜 物业费这是 物业费这是一块 一块二 这还可以 反正说是 咱们这个小区 是最高的了 对 看怎么比了 对 我们北京好 都两块多的 两块多的 咱那个 你看 在咱们那小区的 这个 北面不是还建了一个 和院吗 那个小区 桃园 对 现在 那个房子是不是更贵啊 贵 那个 那得 还毛坯房 一二百万的 毛坯房一二百万 我上次问了一下 他说是两万一平米吗 你还是不是毛坯 毛坯啊 毛坯你自个儿装修 怎么也得小一百万 对 反正没那经历 要买我觉得 就买县城的还是好 县城一住 就没那一平米头 那那个 对 你这个银摊未来 你 你看 我未来 我觉得还可以 我也不希望人多 不希望人多 不希望人多 人多多乱呢 跟我的想法一样 夏天来的人呢 多 哎呦 尤其我们守着 这个楼守着游泳池 好乱了呢 吉祥人也多 冬天特别安宁 习惯了 喜欢那个安宁的 喜欢安宁 咱就喜欢过个平静生活 安宁的生活 对呀 但人多你没办法 这个 夏天 那人多的话 你这停车都停不了吧 停车呢 必有停车场吗 那边 那边有专门的停车场 那还行 都得临时停车在这 临时停车 那边有个大停车场在那 那还行 我看还有地下停车场 地下也能停 像我们就搁地下 地下是有费用吗 有费用 一个月才60块钱 一个月60块钱 那没法和北京比 北京太便 北京一天就给这个钱 对 一天就给钱 这里怎么都比北京方便 我觉得 除了不是大都市以外 所以没特殊情况 在这挺好 挺好的 吃东西什么各方面 我觉得 没什么手足 觉得不方便 不行 你现在网购也方便 网购方便 对呀 就是好像你今天 哪怕你晚上下的单 第二天 这个就是要说多多购物 也给你送到家 那就也就到了 你不觉得那不什么不方便 没有不方便 没有不方便 唯一呀 就是将来这一个交通 一个就是这个医院 医院 你就是这两方面 你觉得有点顾虑 对 交通 咱这个交通不是高铁 不是一通过 你回北京方便多了 就方便多了 对 这是一个 反正一个就是 像银行这都 王爹 其实老年人喜欢用银行 现在手机都给解决了 不需要还银行 我有一个老妈在这 老妈多大年纪了 都90多了 90多了 一直跟你们一块生活 我在一块 她的资格 我们有两套房子 老人家自己住的 对 不喜欢和人家摘摸 不 将来我们也这样 也得这样 有时候我不理解她 我一想将来我老了 我可能也是这样 喜欢安静 喜欢安静 不喜欢和儿女住在一起 生活习惯什么都不一样 对 还得自己 对 是这样子的 其实再老一点怎么办 你考虑过没有 再老还真是想过 不敢想这个问题 不敢想 不敢想 这也是面临的问题 也都是面临的问题 对 像你这两口 都身体健康 互相有照顾 对啊 一旦我们这好多 就一旦一个走了 那个就得走 就得跟儿女 跟儿女走了 好多 就是一个走 那个就不来了 就 自个儿一块没有 一个人住这个地方 有点确实有点 那你有什么 有点情况 没人不知道 越来越老了 所以说就需要 咱们夜族之间 有个那么个 帮忙福会 就是说 大家建一个群 老年人 如果谁有问题 每天报到 一天不报到 万一有什么情况 对 有人来照顾 要不大家都不知道 对 这边还有 还有这个送外卖的师傅呢 很方便 送外卖师傅 你看 他抓紧时间 订酒店 上美团 美团外卖 你看 跑着走 对啊 我们现在就是 现在身体没什么问题 你说再老了 就得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前两天嘛 在我们小区旁边 我是谭香利湾的 我们旁边有个小区 叫银泰花园 也是北京人比较多 一对北京两口子 都八十和接近八十 女的也不到八十 男的八十多了 关键他还带了一个 半植物人的儿子 实在是没法照顾了 本来是两个 老两口照顾的孩子 孩子已经 床上台湾 已经二十多年了 从三十岁 现在到五十岁了 那孩子就是光会吃 吃还得喂的吃 你将来怎么办呢 后来没办法 就联系到咱们二院 旁边有一个叫百合工业 那是带有养好兴致的 说是就送到那儿去了 送到那儿去以后 费用也不是很高 一个人就是 他们弄一间房 一个人也就是 不到两千块钱 还带一令的护理 管吃管住 这还不错 这样的话就没后顾之忧了 否则的话老两口你说 老那个男的吧 他那个驼背 你这身体也不大行了 本来其实是 就是那个日常生活 对 采购 做饭 这都是家务 这挺麻烦的 对 所以找个那么个机构 再老的话 到一个机构 就是将来这个咱们这都是上段养老来了 对 这个是个大问题 最后最后这一段 人生最后这一段怎么过 有点有点不敢想 我们在一块有北京的 也说得过这个问题 有时候不敢想 不敢想 因为我们 你看我 我这个老妈 我们照顾 对 就九十多岁 有时候老太太还不高兴 我说妈你别不高兴 对 我说将来我们还不如您呢 至少咱们 我们这是 这是 对 成上起下 对 对善待老人 就是最后一代了 在以后就没有了 以后你想指望着子女来 怎么养你 养老送中 那是不大可能 对 其实我这老妈这这么的还行 生活各方面的 反正就管 就自己 自己早上能热个饭 反正你们帮她采购 不是 给她做饭 给她做饭 她就是在自己来的生活就行了 生活 当然那天气好 陪她遛遛弯 一天跑两趟至少 去看看她 就行了 我老妈有文化 她看书啊 看电视 看报的什么 她的生活也丰富 对 比较有规律 是 谢谢大姐了 没事 好 再见 好了